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又和大家看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經常看示範單位 或是看實樓 中間的興建過程是怎樣的呢 今天我們有機會上來看一看 這個建築 現在我身處的工地叫做Ateja 是我們大概在2021至2022年的時候 已經拍片在售樓處和大家推廣過的 是一個Metro Town的樓宇 而這座樓宇的特別位置 就是它很少可樓盤在Kingsway以北 所以當初這個樓盤的賣點 至少有兩個一省起 一個就是它的效網很好 發展商是Qualax Landmark 在質素上 建完樓之後 Deficiency Rate是比較高的 第三 它也很近Sky Train 我們首先看看景觀 因為這座樓不是在很多密集的樓建的 它由西邊 北邊 到東邊景觀都很漂亮 而且是南邊差一點 我們跟大家實地先看看樓宇 再看看它建的一個樓層是怎樣的 這邊首先看 其實是向西 還有一點點西藍的 是看到少許Central Park 這裡前面有機會建樓 但現在暫時未有Project 只要你夠高度 我們現在這個所處的樓層是19樓 所以其實你去到19樓開始已經很開揚了 我們去看看這座樓 最值錢 或者景觀最漂亮的 其實就是北邊 由西北開始 你已經看到Downtown 之後這邊看過去 不需要很多樓層 十多樓 其實剛才我們在七樓看過了 稍後會帶大家去七樓再看看 七樓已經這麼漂亮了 當然樓層越高的景就越漂亮了 我們現在這裡向北看過去 因為它前面 說實話這就是建築梯 我們剛才坐這部樓層上來 這是Carrie人生第一次坐 前面因為全部都是矮層的建築 森林都是矮層 所以你在這座樓 差不多幾層 只要越過前面的建築開始 你就已經在望北邊 由Gilmore到Brandwood到Hodham的高樓大廈景 以及後面的山景 其實很漂亮的 也有些雲 看不到山頂 但其實超級漂亮的 這邊向北 然後我們一直 那邊在西北就是Downtown 我們一直跟大家看 南邊就差點 我們看看 跟北邊的景色對比 這裡一直看到Central Park的樹林 其實它現在的工程 它的樓梯起到很高 裡面的內裝間隔 全部由低層開始做起 所以19樓大家看到 仍是一片開闊 它只是做了一些主力柱 有那些留了很多電線位 洞位做間隔 但還未做起 這些紅藍色的 那些是不是水管來的 是的 這邊就是西藍了 西藍的景色跟北比就差一點了 因為它面對以前的一些舊樓 但它們的外觀也維持得不錯 那邊已經是麗精了 他們好像要移動那個門 這邊向南 然後這裡 大家會看到 那邊已經是Metro Town 咖啡式的樓已經是麗精了 再旁邊那座高樓的後面 已經是Metro Town 所以其實T-shirt這座樓 你走過去Metro Town 都是十分鐘內就走到 最近的商場 基本上就是前面這個建築 後面遮蓋的Safe on Fusco Mall 我們越過了南邊 一到東邊 景觀立刻開揚了 因為前面這些建築 又是九幾年 我記得這個是九幾年的建築 所以它建築的機率就不太高 而且鹿湖就很近 就是受在眼前的鹿湖 而且那邊你看到 它能夠保持整條 整條North Road那邊的扭景 東邊的一堆單位 它有兩房 又一房 如果你去到東北角度的話 景觀就很舒服了 你一路可以從鹿湖 然後看到山景 North Burnaby 一路就看到前面了 景觀都很開揚 如果可以住全層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這部分跟大家分享過 景觀 大概十九樓東南西 不同的景觀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工地 都是一個初步的狀態 即是未畫間隔 我們現在就會落到七樓 裡面就會混亂很多 因為開始做間隔 但是又未封灰板 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看看 原來剝落了牆壁之後 裡面是怎樣建出來的 我們現在就來到工地參觀 樓層矮了很多 所以這個向東的單位 就看回樹景 我們這次下來主要是看它的內裝 大家可否想像到隔壁 電梯位走進來 其實這個就是大門口 然後進去隔壁 我稍後再慢慢跟大家說 洗手間 房間 然後廳房 我們這次有這個機會 就可以看到背後 大家平時看到的公寓 那些condo 的牆壁後面是甚麼 首先這個是門框位 這個應該容易gas 裡面我們說水泥樓 和木樓最大的分別 就是水泥樓 它這些是不是叫stud 對 這些stud全部都是金屬材料 你看到有些 譬如說門框位 因為它要釘那些膠 所以裡面會有木頭 如果是沒有的 就是這些 如果不需要釘東西 就會是一條條的 整個單位 都是這樣做的 有木頭的位置 是讓你有東西裝上去 那門口進來 這些一條條的洞 是怎樣的 很多朋友問我 這邊的水泥樓 是否全部都是水泥呢 跟香港是不同的 因為它這些洞的位置 其實它應該不是 好像香港 我想香港是倒水泥 是嗎 那些磚牆 磚牆 然後它們再封氣 就是drywall這樣封氣 然後在drywall上就油漆 那是為何大家 有時去敲牆壁 覺得感覺不是香港的水泥 那麼硬實的感覺 然後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電掣位 預留了不同的switch開關 那裡面走這些 進去一邊 噢好 不是 進去廁所 噢好 首先去廁所看看 這個洗手間 看到浴缸位 然後它留了燈位 有圓形的pop 然後這些就是冷水熱水管 留了花灑頭 那個開關 然後這個就是浴缸位 然後這裏就見到上了木 因為Mosaki這個就是水龍頭位 就要安裝那些鏡 不是 這龍頭上不開 這可能是掛件位 就是掛毛巾那些 噢是嗎 中頭是這邊 在右邊 這個位置就安裝了一些木 但是原因是 噢是 因為atisha是有毛巾架的 噢是 它不僅是一個毛巾 它可能直接要通電 因為它有一個電熱的 對 它有一個電暖還是水暖的 好像歐洲式的掛毛巾在上面 對 這邊是牆壁 然後這邊也可能有掛件 比如說是水龍頭 這是廁所的位置 這是廁所的位置嗎 對 這是廁所的位置 對 好 去到這裡就是洗手座廁位 簡直是有一個杯子 之後就有些水管 然後這裡就是水龍頭位 你看到有些木裝在這裡 之後就可以安裝整個鏡櫃 然後就是桌面櫃 這個就是廁所位 然後進來這裡就是廚房客飯廳 這一幅牆你看到裡面多了很多東西 黑色這些是甚麼 是排水管 黑色這些就是排水管 這些都是電細盒 這些就是來水管 所以這個位置應該就是有水龍頭 然後洗碗碟機在附近 你看到這些它上面會上廚櫃 所以它上面全部都有 裝了這些木的位置 讓你上廚櫃 就可以上上去木頭 而不是上去灰板 這個就肯定是七樓煙機位 大家看到這一輪是七樓煙機 有摺下來 所以這邊應該是爐頭位置 大家看到上面也有這些風管 當我們的設備有冷暖氣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廚房要有一個 Drop down ceiling 一個樓底盒會比正常低一點 因為它要放這些風管 冷暖氣也會在這裡穿出來 好 這個就是客飯廳 我們現在不可以出去 因為它還未封為難 這個就是露台位 然後我們可以去看看 這一幅就是它預留了一個 比較強硬的位置 因為它預料你可能要裝電視機 這樣就讓你上在上面 這個電視位置 然後這個就是房 這個位置已經是外牆位了 然後這裡應該是塞一些保溫簾 然後蓋上乾鍋 然後很多朋友都會說 為什麼牆壁有時住下了 有時不用說住十年八年 可能搬進去一兩年就有少少列紋 其實跟它結構有關 因為這裡是一些鋼的鋼 然後它的乾鍋一塊一塊黏的時候 乾鍋和乾鍋之間 都有一個裂縫 有時候它手工做得很好 黏好了就沒事了 但有時手工測少少都會令到裂紋有少許動 那你的長身出來的裂紋 除此之外包括和天花的接口都是一樣 因為天花板是泉水 所以有時候天花板有時候 它油完油之後出現了這些裂紋 我們叫做砂糖都很正常 有多有少 就是完全看彩數 這裡就… 例如說這些是燈製位 燈位可以幫你做好 預留了一些扇的電位 我們可以看看冷藏室 這個房間是預留了 你看到上面有管 下面這裡有電子 就是洗衣機、乾衣機 乾衣機的出風位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邊搏 我們可以跟著它走 到這裡 到天花板 然後它應該會經過水泥隔層 出到這裡 做出風位 有些時候我們之前做買賣 有遇到過 如果你的乾衣機 上面它有兩個濾濾 有些大部分的乾衣機 如果你只清掉乾衣機濾濾 你上面那個一直都塞著 那它的冷型水走得不順暢 它也會導致你的天花板上面 出現一些好像水質的東西 我們遇過很多次 所以大家要記住 有些時候為何你的天花板 當然漏水的原因有很多種 可能真的因為流暢漏水 也可能是因為你的水管 那些冷型水管 或者它們管著我走的天花板 就會出去的時候出現問題 我們順便過來參觀一下 一個向北的單位 這個其實是東北角落 當初Carry買得比較多 和比較受歡迎的角落 因為東北的景色是最漂亮 而且也挺安全的 而且當然你樓層越高越漂亮 但哪怕是七樓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位置的七樓 你看出去都已經有很漂亮的雪山景了 前面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建築 後面那一陣子的城市 樣子都很漂亮 不是脫皮脫骨 都看上去很賞心悅目 內街也很靜 看著山景也很舒適 這是一個兩房的單位 它整幅是廚房 然後全部都是玻璃 你看到這裡有露台出去看著山景 這些全部都是大玻璃 然後後面就是兩個房 我們剛剛看到一樣 剛才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有些洗手間或衣櫃是推拉門的 其實推拉門裡面的設計就是這樣 原來是有些木條的 不是道門在中間推的 這是棋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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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一個纖維底座 然後這裡就做了一些木板 是嗎 對了 剛剛跟大家分享 Settlement Crack 的時候 就是說 大家看到這些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灰板 它現在做了上面那塊 這裡之後都會再做下來 你看到它的接口位和天花板 其實就是這樣 之後封好它 它會不會再有些什麼在上面 沒有的 就是這樣的 批灰 對 所以為什麼有些時候看到 Settlement Crack 或者有些單位看到 有些東西倒下來 通常是因為它的建築緣故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就來到建築的最底 方向的話 這一條是Holly 後面橫是Grant Street Tisha的建築就是這個位 其實它的Lobby 也是有一點點Corner 門口就對著Holly 但其實這邊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對著Grant Tisha當時的樓盤 因為它的定位都是比較高質的樓盤 所以它的Lobby是做得很有心思的 你看到這裏是三層高的 一二三層高的樓底 上面會安裝一個很漂亮的水晶燈 又有很漂亮的Concierge台面 令你回家的感覺體驗非常好 入門口的這條街都很靜的Holly 但靜得來 你又不會怕治安又民衡 因為轉頭後面已經是一些比較旺的街 不是說靜的已經沒有人 附近都是一些很寧靜的住宅區 全都是一些低階的小condo Town House 這個就是環境 後面那座木樓 基本上每一個屋子都會有 但Tisha他們很喜歡 跟YMCA YWCA合作 是給單親的媽媽去住的 這個就是整個Block的設計 我們今天的工地分享就到這裏了 希望大家有興趣 如果買了的朋友 你想知道Tisha現在的施工進度 今天都有一個很清晰的面貌給大家看到 如果你是希望買一個Metro Town的建築 而不想說現在大部分我們在賣的其他項目 都在說到最少在2008年之後 你可以想早一點 可能是2026年左右交樓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這個項目 它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而且它的位置也比較幼靜 也很近Metro Town 走到Skytrain 但Patterson站大概是8分鐘之內 大家可以選擇 戶型我都放在我的網站 carriequix.com//attisha 大家可以上去看到 發展商還有些單位正在賣 而且很多留下漂亮的中高層 有觀看的單位當初都沒放出來 其實現在可以買到 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幫到你們 拜拜